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白石的虾无水却能游动 堪称是一绝 而李克冉的牛更厉害 画牛却不像牛 却能成为画牛界的佼佼者 就比如这幅画一样 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画了一头鳄鱼 加了两个牛角罢了 这幅画叫做木龟图 画中两头牛用来极简的笔墨 画出的牛儿虽然不太像 但是蛮有趣味性的 还有一幅叫做五牛图 是李克冉的另一幅牛图 画中的牛看起来形体不太严谨 有着山羊的影子 但是在灵动性上却很好看 从这两幅画来看 李克冉很喜欢 也很擅长画牛 他的牛图个个栩栩如生 而且都价值不菲 李克冉在绘画上绝对是一流的 为何他不抓紮自己笔下牛的形体呢 是不会还是故意为之 其实不难看出 李克冉是故意如此的 他不把牛的形体画得完全准确是有原因的 李克冉的牛还是跟自己的师父七白石学习的 而七白石画什么不像什么是早就有的 因此李克冉画牛不像牛也是继承了师父的一步 七白石画的牛更是有趣 他画的牛图有的像是猪 有的像是羊 在形体上简直是放飞自我了 估计在一般的画家身上早就被群吵死了 但是七白石和李克冉这样画反而成为了大师 而且是独序一格的 如前几期视频中介绍的七白石绘画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叫做似与不似之间 李克冉很好地实现了师父这一观点 而且还学会了变通 在绘画上开创了自己的道路 常言轻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李克冉这一位高徒 与师父七白石数有数略 只好留读者自行解读